吸收性的一個支架 好 我們今天開始今天的101獎賞的學術活動 那我們今天請到阿吳 就是心臟科的林靜哲醫師來幫大家介紹 關於心臟科一些新的一些薪資跟技術 那林靜哲醫師 不過沒有老師 不過各位同時各位學弟妹大家好 我是林靜哲醫師 那今天很榮幸跟大家來這邊就是 分享一個在心臟科最近五六年來 一個算是未來可能是一個新驅使 不過大家可能在平常clinical practice 並沒有那麼常用到 那今天所要講的是一個 生物可吸收性的一個支架 那這個支架目前比較多的是 管方應用在作為冠狀動脈的支架使用 那在我們講這個 冠狀動脈介入性治療之前 我們可能想要知道是說 在之前有沒有一些文獻是說 有關於我們可以把管子插在人 因為大家知道做 介入性的那個 冠狀動脈治療 其實是放一根管子 到冠狀動脈去做治療 那在那之前其實 埃及人就大概知道說 可以就是插尿管 然後導尿 那再來其實大概4千年 就是 4千 4百 7月4百年前大家就知道說 可以就是利用這個管子 去人的屍體 然後去測量那個 cardia valve 的一些 function 那總之這些都是我們以前的 前人利用一個管子去 monitor 這個身體裡面的一些 organ的一些方式 那在最近比較 再來就是 7月171年的時候 Steven Hale 他是一個英國的科學家 他就是使用了第一個 就是那個連通管原理去測量 這個一個 碼的血壓是多少 那這是第一個 文獻上記載使用就是 Cost去做一些測量 那再來就是1844年 可能一些一個法國的科學家 他去第一次定義了 這個cardia valve 的 catheterization 這個名詞 那最近其實 我想 如果我們要從 cornery 的 intervention 或是從 artery 的 intervention 或是一些 catheter的 intervention 開始的話 我們可能第一個 現在要講到的是 Dr. Wainer Boltzmann Dr. Wainer Boltzmann 他是一個 德國的外科醫師 那他可能在25歲 可能大概就是 大家這個年紀的時候 他就有一天突發奇想 是說他覺得 他想要放一根管子 到心臟去看看 那我們其實 大家當 intern 或是怎麼樣 去抽血幹嘛的時候 一定最容易 approach 就是 band 那的確他是從他 左手的 cubital band 去放一根管子 他就是他當時是在 他當時是一個外科的 resident 那他當時就是用 找到他左手的血管 最明顯的就是這個 band 那也是最大條 他就放一根管子 進去到心臟 那他怎麼知道 他放到心臟之後 當時並沒有像 現在做心導管這樣子 有這麼便利性 而且是 real-time 的 tracks array 所以他就立刻跑到 他樓下的影像醫學科 去照一張 x-ray 那也因為這一張 x-ray 讓他流民輕死 所以導致於 像大家可以從 看到就是說 他從一個 basilic band 然後回到 sclavian band 然後回到sbc 然後最後到達右心房 所以他如果放cpp 很常看到 cpp從上面下來 所以也是這個 第一個 tracks letter 去 document 說我們人類用這樣的方式 去放到自己的心臟 而且他是以他自己的身體 作為實驗 的確是可以safe的 不過因為 很可惜的是說 他最後去當一個泌尿科醫生 因為他是覺得 somehow 文件上是覺得 他不知什麼原因 就覺得這個東西是很危險 所以他只好不把血管放在 不把這個導管放在 血管裡面 而是去做一個泌尿科醫生 這是比較可惜 那比較 我想 回到 corner intervention 最有名的應該是1977年 就是 Angelo Grunzi 他也是一個德國人 那他第一次做了一個 就是 我以前大家聽到的 就是PTCA 就是 找到 利用冠狀動脈的 鮮影的技術 知道說病灶在哪邊 那這邊的病灶看起來 是一個Proximo LAD的離菌 那他使用了 就是氣球擴張數 把這個離菌撐開之後 其實大家可以看他日期 在1977年的10月20號 那過了10年再追蹤 其實血管病 非常的好 所以 這個PTCA的技術 即使在當時是第一個 他去做這個人體的治療 那也是非常的成功 即使到10年 甚至到20年30年之後 其實這個血管 並沒有很明顯的 Risthenosis 但是是不是每個病人 都那麼幸運說 只要用氣球 去把這地方 病灶的地方撐開之後 是不是就完全沒有事情 其實並不盡難 當我們第一個製造方式 是說可以用氣球擴張 把病灶給撐開之後 其實我們在心導管治療 要遇到一些難題 那這些難題 最常見就是說 有些人撐了之後 可能會在 撐的地方有dissection 那或是說 會造成一些sombosis 所以會有一個acute closure 就是忽然血管就沒有血流了 那即使撐完之後 可能也有一些 因為血管是一個彈性的組織 它並不是像是一個 很硬邦邦的管子 所以它其實撐開之後 有可能會自己有recall的回來 那再來就是 它會有ristenosis 那即使在當下 它並沒有撐完之後 血管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可能隨著時間的過去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因為那個地方 其實你血管撐開它 其實是給內皮細胞一個受傷 因為內皮細胞的受傷 那個地方會 就是產生很強烈的發炎反應 那大家知道 大家受傷之後發炎反應 就是身體在新生一些組織 把原本的地方給cover過去 那在血管也是一樣 那血管氣球撐開的地方的時候 因為受到受傷 所以它有強烈的發炎反應 所以它會在新生一些組織 造成短期的ristenosis 那另外就是剛剛所講的 就是它的內皮細胞 會有一個hyperplastic hearing response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在使用氣球 在狹窄的光中動脈撐開之後 會遇到的難題 那當然我們遇到這些難題 所以時間的進步 我們發明了一些方式去克服它 那第二個方式 就是bear metal stain 我想這個進到大家比較熟悉 就是金屬的裸支架 就是我們做一個支架 把這個支架在氣球擴張完之後 可能有些地方會有recoil 那也為了避免它有dissection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是放一個金屬的支架 它就像圖一樣 就是我們利用一個氣球 那氣球外面就是包含著這支架 那隨著氣球的增開 這支架也可以就是放在我們 就是做氣球擴張素之後的血管上面 那這個裸金屬支架 其實幫助了我們解決了 acute closure 跟 recall 的問題 但是其實反而帶來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它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instant re-stagnosis 為什麼 因為剛剛說到re-stagnosis 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為我們在那地方 就傷害血管 那些血管內皮細胞的增生 導致於這些原本已經處理好的 就是狹窄的地方 反而因為這些這個組織的增生 又再狹窄起來 那我們為了就是去克服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發明了這個drug-eluting stent 那這個drug-eluting stent 大概是近十年來的 大概近十年 那它這個就是除了在這個金屬支架上面之外 它還就是coating一層polymer 那在polymer上面 有使用一些Pachytoxel 或是Siolimus 這些抑制這個血管 抑制細胞就是增生的藥物 那因為這些藥物 所以導致於原本剛剛所說的 一旦你在這地方做氣球擴張 放了支架 會引發起的一些反應 可以由這些藥物被抑制住 但是其實這些藥物 這個drug-eluting stent 它又帶來另外一個其他問題 就是會有一些 比較晚期或是更晚期的 stent 寫步行 而且因為這個藥物在那個地方的關係 polymer在那個地方的關係 所以有些內皮細胞的 function 跟struction反而變得更不正常 那所以總結在這邊的話 大概就是從我們第一次知道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氣球擴張去治療 這個血管 冠狀動脈的狹窄 那可以藉由置放一些支架 跟甚至塗藥性的支架 去解決一些我們介入性治療之後 所帶來一些後遺症 但是其實我們這些支架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避免就是早期的 constructive remodeling 跟以其去 就是deliver一些drug 去限制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intervention之後 所帶來一些發炎反應的結果 那這是一個 那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很簡單一個示意 我想只是跟大家講說 我們藉由釋放支架之後 這個地方 那這是一個drug-aluting stem 然後它會就是釋放一些藥物 所以這些藥物呢 它的目的就是為了去抑制這些 就是發炎反應 那也讓這個 endocelium cell 也不要那麼快的就是 長長長長長去 那甚至長得太多了 又變成vistainosis 那過了時間之後呢 這個藥物 效果過去之後呢 這個內皮細胞又慢慢的長回來 那但是這是不是一個 就是永遠解決這個 我們帶來的 這個介入性治療所帶來的一些後遺症呢 其實並不是 它並不是一個happy ending 為什麼 它藉由 脂肪塗藥性的支架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必須要解決 就是說 它可能需要用 long term 的 dure-entup study 為什麼 因為這些 支架的脂肪去之後呢 它為了 它抑制了內皮細胞的長回去 所以它明明其實變成是一個很粗糙的表面 那血管中的血 就血腰板流過去的時候 反而會被激活 而造成 acute stansion bosis 或是subacute stansion bosis 所以我們必須要吃 long term dure-entup study 那 以前呢 其實 剛才是說要建議要吃一年 所以大家的practic clinical practice上面 大家就是希望病人吃一年 不過健保似乎只能幾乎9個月 但是其實依照這個血體上的觀念 應該是 就是indefinite 並沒有確定說 到底要吃多久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那這次dure-entup study 就是為了避免 就是在內皮細胞還沒長回去之前 而引起的一些 就是血腰板的激活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放一個硬的東西在那邊 其實會去抑制這個血管 它的positive remodeling 大概之後會講到說 當血管就是受傷之後 我們觀察到它的一些反應 那在long term而言 它其實會去抑制它的positive remodeling 就會讓血管沒辦法變粗 那另外因為你有個東西在那邊 其實會有clonic inflammation 那這些長期的inflammation 其實也會讓 這個血管本身有起了一些變化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放了支架之後 一定會又再狹窄 那這些狹窄 狹窄呢 大概就是 大家可能在日常practic上面 就講到說 有bear metal standard是30% 那drug illusion standard是3% 那anyway反正它都還是有狹窄的 那你有個東西放在那邊之後 如果這個東西就在狹窄 我們又在做 又必須在做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的PCR的時候 其實都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另外就是 有些 因為你放在金屬之下 所以CTMI在那地方的成像 並不是這麼好 所以你在去follow up的時候 也有些問題 因此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我們利用介入性治療 氣球的擴張素 就是解決了一些 解決血管狹窄問題 但同時它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 那我們利用了 金屬支架跟塗藥支架 去解決這些問題之後 它也帶來一些新的問題 那所以隨著時間的眼鏡 我們就最近幾年來 就是有一個叫做Bioabsorbable Stent 這是今天要講的主題 那這個Bioabsorbable Stent 其實它是算是 我們今天大家都會認為說 它其實是第四次的 就是在這個紀錄性治療 一個新的革命 為什麼呢 因為它其實是生物可以吸收的 所以它會在身體裡面存在一段時間 隨著各個支架的特性不同 它存在的時間會不一樣 所以它可以提供一個暫時性的Scaffolding of the vaso 它可以提供一個暫時性的支撐的力量 讓這個血管不要縮回來 那同時它也有些支架 上面會有一些Drug Erlutin 那這些Drug Erlutin可以去抑制 這個血管受傷之後帶來的 比較Endothelium Hyperplasia 或是一些很強烈的內皮疹症 也避免了Hodrig Stenosis 簡直就是它擁有了Bearmetal Sten的功能 又有Drug Erlutin的功能 同時它又不會在血管裡面存在太久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Sten的一些特性 那其實在講這個Sten之前 我們可能稍微簡單介紹一下Sten的Structure 那其實Sten的Structure 大概是有亞培Boston還有Metronique 不過這邊就是附了這兩個圖 大家其實可以看到知道說 這個就是Sten的樣子 那簡單的原理來講就是 隨著實驗眼鏡我們製造Sten的方式有不一樣 不過精神來講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 我們就是可能以這個而言 它可能就是變成是一個Unit 一個Unit跟一個Unit之間 我們會用東西把它焊接在一起 而成為一個樓空的管子 那這個樓空的管子 它就是我們會把它做在氣球上面 那隨著氣球的張大 這個管子也會有彈性 這個Sten也會彈性的張大 就是第一次就是 是可吸收的支架 然後被應用在就是人體上面 那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乳酸做成的 它其實是我們利用技術 讓乳酸變成一個聚合物 而這個聚合物可以有足夠強大的力量 去抵抗這個血管收縮的功能 那它其實很可惜的是 因為當時技術的關係 它只能做出是一個 Long Drugged Lutein的Sten 那它 不過它比較可惜的是說 因為它是Long Drugged Lutein Sten 所以其實等同於Bear Metal Sten 所以它的Restenocid Rate也比較高 那總之因為是比較是第一代的Sten 所以它的這個厚度也比較大 那第二個呢 其實就有人講說 那我不用乳酸 那我用金屬好了 我用身體可以吸收金屬來做Sten 同樣也都是金屬的支架 那搞不好也可以提供同樣的 強大的支撐的力量 那同時也可以因為吸收的關係 過一陣子它就不見了 所以有人就用鎂 那這個鎂合金呢 它其實也就是用 就是把鎂做出來之後 用雷射去把它打成像支架的樣子 那它其實有比較好的Radial Force 可以去支撐這個血管 不要就是不要再再說回來 不過因為它有比較高的 High Rest Denoxy Rate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個Long Drug Routine 所以它也是跟Bed Metal Sten是同樣的Pattern 不過另外就是說 因為它其實 在身體吸收的時候 它大概在兩個月之內 其實被身體就會吸收光了 那陸續研究顯示說 它其實它提供的支撐的力量 其實在幾天甚至幾個禮拜之後就會消失不見 那其實這是非常不夠 為什麼 因為在 其實我們一個血管受傷之後 它大概1到6個月其實是它的Negative Remodeling 它會有一個希望是希望可以收回來 所以當我們一個Sten其實提供最好的是說可以在1到6個月提供一個很強的Radial Force 那避免這個Sten呢 因為想要 避免血管因為Negative Remodeling 而縮回來而造成Stenosis 但是到6個月之後 其實這個血管又會進行一個Positive Remodeling的樣子 它會想要擴張 那這個時候其實最好的就是讓Sten消失 那這樣它可以讓血管 進行自然的Positive Remodeling 讓血管變粗 所以這是一個最理想的Model 但是因為這個鎂的鎂合金的Sten 它大概在幾天內或是幾個禮拜之內就會失去這個Radial Force 所以想對而言 它的Restenosis Remodeling反而很高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不過在人體的試驗上並不是那麼成功 那第三個Sten呢 它又是用另外一種就是Polymer 那它是一個用Polycarbonate Polymer 那它在被人體吸收之後呢 會變成一個Amino Acid 然後Ethanol跟CO2 那它其實設計的是Slide and Lock Design 就是這個 所以它擴張之後呢 它會像一個Lock一樣鎖住 所以它其實也有提供一個 雖然不是金屬支架 但是它提供一個很好的Radial Force 不過它其實它的Critical Trial Result並不是特別的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想要跟大家 就是再更深入介紹一個Sten 那它是第一個就是Bioabsorbable的Drug Illuding Sten 之前這三個其實都沒有Coding上藥物 所以可能在臨床上的效果 其實跟Bear Metal Sten差不多 那如果我們想要跟Drug Illuding Sten相媲美 可是同時又要有可吸收性的支架的時候 這個支架是第一個 那它這是雅培所做的 它比較薄 而且它其實是像Multi-Link的Design 另外就是它在兩年之內會完全的被吸收掉 那這是雅培的BVS Sten的結構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是一個一個Union 然後中間利用一個東西把它串結在一起 那大家忘記講了 其實這個雅培的BVS 它其實都是由那個 可以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要不要 Drug Illuding Sten 就是剛剛講到說 就是剛剛講到說 這個BVS Sten 就是用Aborolimus作為一個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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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like Conventional Metallic Sten 就是用Aborolimus作為一個BVS Sten 就是剛剛講到說 它上面Colding的就是Aborolimus 其實這跟Synes Prime 其實是一樣的 那當就是這個被Depoit之後呢 它就會釋放一些藥物去抑制這些Endocelium 那接下來就是它可以吸收過 它這些Polymer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跟第一個Sten一樣 它都是由乳酸做成的 那它其實在被身體吸收之後會變成CO2跟H2O 那這邊大家就介紹說 這個怎麼被Ribosolp 大家知道就是它必須有個Backbone Backbone就是這個Sten的結構 它就是由就是那個 左旋的Legesis所製造 所Polymer做製造出來 那它上面Colding的一層Polymer 是用來放藥的 讓這個藥可以釋放出去 也是用乳酸做成的 那這些乳酸做成的呢 其實大概它就會 大概再過六個月之後 它慢慢會被身體吸收 那這個被吸收之後 變成大概兩micro-meter的particle 然後被micro-phase吃進去 那進入細胞的克制循環 就變成CO2跟H2O 所以這是它的結構 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層一層那個 剛剛所講到Sten的這個Structure 那它做出來之後呢 會變成會像這樣子 那隨著時間的演進呢 這個剛剛所講到就是 一個Uni跟Uni之間 就去做那些Bridging的東西 會先被水解掉 被水解掉之後 整個Sten的support慢慢的不好 這大概需要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如同剛剛所說的 這個過六個月之後呢 血管的Negativity Modeling 就比較少了 所以接下來慢慢的 它就是要做進行Posture Modeling 那剛剛好過六個月之後 這段時間呢 其實慢慢的這個Sten 會慢慢的被身體吸收掉 那被身體吸收掉之後 大概過了兩... 大概是其實... 文件上大概是研究 大概是兩年了 兩年之後 它會完全慢慢的 完全被變不見 那它所佔的空缺呢 就是被身體的T恤 所填補上去 這大概就是我們利用 就是OCT跟Postology 其實就是... 一些血管裡面 顯像的方式去看 它大概兩年之內 其實大概84%的Strong 大概會被吸收掉 那隨著時間的演進呢 這些... 本來Sten的地方 慢慢就會被一些 connectation所填滿 那這也是另外一個方式 這Best9 大概六個月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說 這個綠色的部分 本來就是它... 這個Sten的地方 慢慢可以看到 其實在六個月之後 這綠色的部分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到了 那這個的話就是大概... 我們就是剛剛講到CT或MRI 那這是CT啦 如果你是一個Metallic Sten 大概會有這樣的顯像 不過當你是放一個 是Bioabsorbable的Vascular Scuffle 就是生物可吸收心支架 大概兩年過去之後 你再做CT 只會留下兩個點 那這兩個點 是當初這個Sten 脂胖的時候定位所需要用 它是一個白金 那這個支架呢 那其實已經進行了一些Clinical Trial 那這些Clinical Trial 跟大家就在這邊介紹兩個 第一個就是 其實是一個Prospective 那Open Label 而且是第一個在 這個支架使用在人體身上的這個... 大概有30個人 並沒有說特別的多 那發往5年 那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有一些... 就是Complication 大概在六個月 但是其實呢 其他並沒有看到 有什麼很重大的Complication 那Ubsorb Core或B這個Trial 就是人數當然就比較多 101的 那它用的這個Standard設計呢 也比較新 也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它其實用的是... 它其實用的是... 它用的是這個設計 這個跟MultiLink的設計是一樣的 那這個設計呢 其實就是... 使用之後 其實就是Follow-up大概三年左右 它其實這個... 這個MIR Rate 跟這個Lystenosis Rate 其實都不多 所以... 現在其實在有... Ungoing的Trial很多 那我想... 就是... 這個... 我們心臟科就是高醫師 他有在做... 也是有參與在其中的 是Absorb Extend的 那這些也是把這個... BiObs這個Extend 呢... 應用在一些比較simple的離群 但是找更多的... 找更多的病人去看它的結果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Superlity Trial 就是跟SynSprine的比較 好... 那... 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邊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 從... 我們從氣球擴張數 然後... 第一代... 就是... BiObs的Stand 到這個... BiObs的Stand 它其實呢... 就是... BiObs的Stand 它解決了... 就是說... 我們用Dual Enterprise的時間可以變得比較短 那... 這個... Lad的Stand 所以Bosys的Rate也變得比較低 那... 因為... 剛剛所說過的... 它在六個月之前呢... 都還可以... 提供一個很強的Radial Force 讓這個血管不要進行Negative Remodeling 但是當血管想要進行Postive Remodeling的時候 它會漸漸被血管... 被人體吸收掉 到兩年之後呢... 完全的不見了 所以它可以讓這個血管呢... 有一個Postive Remodeling的能力 那... 因為... 你過了兩年之後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等於... 那個地方又變成是一個... 是一個... 跟原本一樣的血管 那... 這句話其實是... 是有根據的 因為很多人呢... 在... 就是做一些... 這個... 實驗發現說呢... 當過兩年過去之後... 放... 放BiObs的地方的Andothelium 其實... 部分的恢復了它... 應該要有的功能... 那你給它一些... Vasal Constriction 那那個地方也會收縮 給它一些... Vasal Direction 那個地方也會擴張 所以表示那個地方... Andothelium Cell 其實Function呢... 也慢慢在恢復 這是以前你放一個... Metallic Stand 是... 是不會看到的東西 所以... 因為這樣的原因它不見了 所以你又可以很方便的... 再做... 第二次的Re-Innovation 那... 也可以避免... 就是Chronic Information 那... 也可以再做CT跟MRI 可以看更清楚血管的樣子 所以... 總結而言呢...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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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理想的支架呢... 它可以... 它的... 它的目的呢... 在短期之內... 它是希望呢... 就是... 可以去處理一些... Acute Cordial... Dissection 的問題 那... 也可以讓這個血管的Size... 因為這個... 撐開來之後呢... 回到它原來應該要的Size 但是呢... 它... 也可以去... 就是去... 就是去預防... 那... 減少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 一些... 那...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說... 過了六個月之後呢... 這個... 身體... 血管... Negative Remodeling in the face 過去之後呢... 它可以呢... 消失不見... 消失不見之後呢... 它會變成是一個... 跟原本... 就是正常的血管一樣... 那... 那這樣子呢... 是更好的... 那... 對於... 它這個病人... 未來的使用呢... 未來的... outcome呢... 也會都有幫助... 也可以減少呢... 就是... 呃... 那... 今天... 就是大概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林醫師的介紹... 那... 就是太陽安... 翌日... 我ocation... Cant... 小心... 汽 why... immune... 已砰...